这饱受消费者的投诉争议 却还能做到4000万件日订单量 这代理商跑路了 快递员呢也是讨薪无门 这家呢无限烧钱换扩张的快递公司 究竟还能狂奔多久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两年啊 一军突起的极兔速递 在三冬一达长期占据国内快递市场的时候呢 极兔速递的崛起让人有些意外 这家呢起步于东南亚的快递公司 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展现出了价格屠夫的本色 不断用低价冲击对手 并在短时间内便确立了自己的一个市场地位 那有消息称呢 在刚刚过去的618电商大促节点里 极兔速递的单量已经超过了京东和顺丰 同时 极兔在对加盟商的宣讲会上也表示了 极兔全网的日均业务量已经突破 且稳定在4000万件以上 那如果说呢 这该数据属实的话 这也意味着极兔速递的业务规模呢 已经超过了运达直追远通 那不过在业务体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啊 极兔的一些负面消息呢 也是不断地在传说 6月多许的时候 极兔在江苏厂州的一处网点 被传出代理商老板跑路的消息 导致快递员及其他员工被欠薪30多万 大批货物羁押无人派送 而在此之前呢 已经有不止一个极兔网点 爆出过欠薪的问题 南洋 重庆 沈阳等地区 都曾有过类似的事件发生 除了网点爆雷之外 这极兔的服务问题啊 也一直被用务所诟病 在今年的第一季度的快递服务公众 满意度排名中 极兔速递得分仅在74到76分之间 远低于其他的同行 同时在监管层面 极兔大打价格战的做法 也曾收到过处罚 去年的3月份啊 极兔因为低价倾销呢 就被义乌市邮政局所处罚 部分分拨中心要求被停运 其实从上述事件中呢 也不难看出啊 这极兔呢 目前遭遇到的众多问题 很多也都是因为在贯彻低价策略 低价无限杀低 不仅牺牲了服务质量 已使得加盟商无力可图了 压力层层传导之后 便会不断的爆雷 曾经有媒体报道说 极兔在进入国内市场之后 为了拿下市场 10个月就烧完了200亿啊 如此大手币的投入 其实也透露出了 极兔想要撼动中国快递行业 现有格局的野心 那目前从单量上来看呢 极兔4000万的日订单量 在所有的快递公司中 仅次于中通和原通 但是在用户口碑上 极兔却和其他投入快递公司 有着不小的一个差距 用低价策略率先强占市场 这样的市场手段 也不由得让人想起了 另一家同类风格的公司 那就是和极兔关系密切的 拼多多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 和极兔的创始人李杰 也算得上是同门师兄弟 两人都曾受过步步高 创始人段永平的一个提携 尽管低下能够在短期内 抢占市场 但是这快递行业 本质还是服务行业 长期护士服务质量 最终还是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 对于极兔来说 在基本盘已经稳固之后 如何提升自身的一个服务和品质 或许才是下一步最该考虑的事情 好了 这里是罗群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